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龚俊现在的人气和咖位乃至是商业价值 直接排名在了一线明星的位置 可他本人却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 之前在接受采访时还回答道 自己只是一个18线的小艺人 我说你啊就不用稀薰了 实力都摆在眼前了 龚俊爆红之后 各种粽子和代言资源都是直接就找上了门 现在龚俊的名字只要在微博和百度一查 全部都是关于他的消息 拍戏更是不用多说 听说现在龚俊的工作室在挑选剧本上非常的慎重 毕竟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人设 一定要抓住机会才行 演技炸烈的龚俊现在正是他事业的巅峰时期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龚俊在火了之后 公司立马给他安排了一部新的现代剧 名为《沉睡花园》 是和当红的演员乔欣小姐姐主演的 目前呢也早已经在拍摄当中了 应该大家也会时常关注这部剧的动态消息 这部有网友晒出了一组关于龚俊拍摄新剧的一些路透 照到了网络上 一时间啊引起了网友的渲染讨论 生图照下的龚俊明显瘦了 在这次拍摄新剧路透照的地点则是选择在了地铁上 而龚俊的几张生图也是来自于路人镜头下所拍摄出来的 所以大家立马就对龚俊的路透照展开了激烈的剖析 大家可以看到照片里的龚俊身穿着性色的西装 下半身则是九分裤的西装裤 整体的穿着是很简约和概念 给人一种霸道总裁的那味儿了 不得不说龚俊的颜值和身边的真的是太帅气了 特别是路人所拍摄的照片 大多数都是没有经过专业的精修就晒了出来 好赛的是不管是有滤镜还是PS 这才是龚俊最真实的样子 大家沦陷在他本人帅气的脸庞时 小编却发现了一个亮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沉睡花园 龚俊和乔仙所拍摄的路透照 也许是因为镜头比较模糊吧 所以他给人的感觉有点微胖 可在最新的地铁路透照当中呢 明显的看到龚俊应该是瘦了 没有了之前肉感的脸庞 不知道是不是当期太紧张 没有时间好好休息的缘故 不过瘦下来的龚俊是更扬眼和帅气了 失去了肉感之后呢 剩下的全部都是精华融合在一起 整张脸是很精致和小巧玲珑的视觉 要是用手去摸一些的话 想必大家一辈子都不想要洗手了吧 路透照中呢 呈现出来的是霸道总裁的感觉 那气质啊 全部写在脸蛋上了 简直是太让人着迷 龚俊也是一位非常喜欢健身的人 看看这套穿搭 把他的肌肉线条完全的展现了出来 这次路透照当中呢 瘦下来的龚俊着实是让人意外 网友们纷纷评论到 这是什么神仙颜值 哪里是缩水啊 简直是帅呆了 是呀放眼望去 娱乐圈现在的男神颜值 简直是一个不如一个 特别是一些选秀出道的明星 颜值很多都没有办法看 可不比我们家的俊俊 随便一个角度呈现出来的颜值 乃至一个动作都足以吸引一大批名媚了 好了就不和大家路透太多了 大家可以后期去期待一下 龚俊的新剧《沉睡花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路透照下的龚俊所吸引呢 觉得他瘦下来帅气吗